大家好,去到19题MC了 他说有40个学生在5D班 他们要take Econ 或者Jogger 我们知道32个人 就有读Econ,24个读Jogger 那用一用Van Diagram去帮忙 知道了每一部分的人数 这边是Econ,这边是Jogger Econ有32个 Total记住是40个 即是说如果这边是X 这边是32-X 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读了两课 旁边这个就是24-X 外面是没有人的 因为全部都要选读Econ 或者Jogger,其中一课,或者两课 我们尝试一下用40 即是说将这些数字加上 等于40 我们解读方程,很快计算一下 56-X等于40 原来X等于16 即是16个在中间 我先刷一刷这里 接着给大家看到实际情况 画多次的Van Diagram 这次标回实数 就是这边 中间 中间 所以这边16 这边就是8 左边就是Econ 右边就是Jogger 好了,知道了实际人数 我们想一下问题 现在说抽两个人出来 是with replacement 即是会重新放进去 即是说会重新放进去 这个Portbit要怎么计算呢 计算什么呢 就是说第二个学生 读Econ given第一个学生 是take one subject 即是这里的其中一科 OK 好了 我们知道conditional的做法了 分母就是given那个 如果only take one take一个subject的学生 即是说 拌二十四个 所以就是二十四 over全部 四十 第一个学生是take one subject OK 第二 分子 就是要both两个情况都要满足 即是第一个学生要是take one subject的Portbit 再乘第二个学生要是take 2con 那take 2con其实呢 他没有说是total到多少课 那就是E32个人 这32个人都要计算了 over 40 OK 那最后将这条式化选呢 那 就应该会做到原来就是 over 40 C啦